灿坤员工面对高层人事异动 低调快闪 12号晚间灿坤发布重大讯息 宣布董事长何宗元 财务长徐小婉主动请辞 但就在不到一个月前 总经理李嘉峰和副总蔡依林也闪辞 一个月内公司高层四巨头去职 让正在拼转型的灿坤宛如群龙无首 近年灿坤积极转型 发展网络通路 却和实体店引发内部矛盾 创办人吴灿坤虽然退居幕后 但强势领导作风 和专业经理人理念有摩擦 成为高层离职导火线 人事异动公司不回应 只强调营运正常 营运危机反映在股价上 灿坤股价从2015年高点32.6元一路走跌 如今腰斩胜美股16.1元 本业3C通路遭到电商夹击 集团转投资也失利 尤其餐饮版图最惨 金矿咖啡改由富士康广告接手 日式猪排富士印 义式料理乐意 制烤牛排都歇业 而五花马只持有四成股权 没实际经营 集团今年前11个月营收175亿 更是年减7.84% 如今内部上演空城记 探观转型路恐怕更严峻 新调热亚的电视综合报道 最后一会儿的电视机 是明镜热亚的电视机 是明镜热亚的电视机 在养硬型输出水 有40年底的电视机 有40年底的电视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